用这个蒸鳞酸奶制制 制制 制制了一块酸奶疙瘩 来看一下有没有成功 把纱布展开 哇塞 好圆润 看得出来这里我加了什么吗 这酸奶疙瘩好成功了 来尝一尝扎不扎实 我感觉我快被噎死了 哇真的 很糊贼 这酸奶做成酸奶疙瘩 真的很扎实很糊贼 你看它原本的状态就已经很浓稠了 像奶酪一样超级浓稠 这一桶足足有两斤状 我已经用了大半桶了 为什么要用它来做这个酸奶疙瘩呢 因为它的配料表只有牛奶还有发酵菌 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什么添加啥的 有的酸奶它那种乱七八糟的添加多了 做这种干液的酸奶就容易失败 直接吃就已经很好吃了 你们也可以像我这样做成酸奶疙瘩 最主要的是它是零糖的 零这糖零代糖零卤糖的 身材管理期下也可以放心去